若没有找到这只木棍 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算你找到福子留下的木棍 你也只能再支撑七天 江夜援著小说中 人间第一次无惧之战是如何展开的 书记上文 李漫漫无惧至南海的沙滩上 他拾起福子留下的木棍 有这个木棍 李漫漫就有信心 能拖住冠主七天 七天的时间足够书院做很多事情 但冠主并不这么想 冠主认为 即便给书院和大唐七天时间 也不过是多撑七天而已 对结果并不会有任何改变 七天之后 他便可以放手去杀 对此李漫漫表示 人间没有命中注定 谁不知道七天后会发生什么 而且我已经学会了打架 冠主你若不理我 我便可以杀死很多人 比如裁决神座 天狱神座 耶稣 除了柳白和长教我没有信心 其余的人我都可以杀死 约武境不当于无敌 比如天骑境界的修行者 在浩天神灰灌入躯体后 可以拥有近乎无敌的力量 然而却不见得能够胜过天下人的围攻 唯有无惧境界高妙莫测 千里之外可夺上将首级 用在战场之上 那便是最恐怖的手段 所以书院不会放任冠主自由行动 而盗门也必须限制李漫们的行动 这便是书院计划的一部分 不过在冠主看来 哪怕是有夫子的木棍 李漫们也只能防他七天 七天之后 他就可以入驻长安城 到时候整个天下 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拦他 威风轻浮 两人同时消失在原地 人间第一次无惧之战 正式开打 另一边 三师姐于连暴揍西陵长教后 便将书院交给了五师弟 此时他来到大街上找到宁缺 并把精神镇的镇严处 交还给小师弟 直到此刻 宁缺才知道 眼前这位书院三师姐 竟然是魔宗最后一任宗主林悟 才知道当初三师姐口中 要给自己介绍 不亚于柳白的师父 竟然是他自己 宁缺不理解于连 为什么要放走熊出墨 对此 三师姐解释说 有些人活着 比死了更有用 于连继续说道 很多年前 熊出墨随着盗门长辈 去荒原试炼 当时我还年幼 相遇自然便是一战 我废了他小腹里的雪山 令他不能人世 就没有想到 他反而因祸得福 前程修道不错 竟有了今天 不过 觊觎之人 终究心里有些问题 临走前 三师姐告诉宁缺 必须在七天内 修复精神阵 因为大师兄 只能撑住贯住七天 目前宁缺最为担心的是 南方的局势 据说西陵神殿 联军集结了数十万进攻 清霞 联军中强者云集 仅仅是修行者的数量 就超过了千人 反观大唐南方 现在几乎没有一兵一组 只有书院二师兄 君墨和几名师弟师妹 而大唐镇南军和羽林军 需要七天才能抵达清霞 也就是说 此次举世伐唐之战 只要七天便能决出胜负 垠北京 四天 四天